全球的牌子 吹雨 不太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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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ruce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在一个海边的一个营地 然后也是我一直认为最漂亮的一个营地 就是San Francisco这边的海边 然后我发现是有好些华人的房车都在这边露营 我去过营地挺多的 但是这种就是纯海边的 直接在海边的还是不是那么多的 这种资源也是比较稀有 像我知道就是俄罗纲 Oregon那边的海边有挺多这种房车营地 看这些还有一些海鸥 这个营地出去呢 它就是非常有名的California Highway 1 加州一号公路 然后再往南差不多开20分钟 就到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就是Half Moon Bay 就是半月湾加州 所以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些地方 但今天我要讲的 其实不是关于这个风景怎么漂亮 而是关于就是房车营地的一些 就是心烦的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心累的事情 然后本来我不想录这个视频 但是昨天我无意中看到有 那个YouTube上面有些RV也会录这些 老美的RV也会录这些视频 然后他们讲的就是跟我想的有点类似的 我本来还在还在想就是我在房车营地 跟别人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到底是谁的错呢 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但昨天听他们讲的话 就是其实很多确实是这种 比较selfish self-centered 就是比较自私的一些行为 导致的这些 就是这些冲突的发生 那我看他们就是老美的RV也 拍了一些影片嘛 他们很多都是在房车营地的嘛 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个房车营地呢 就是跟周围就是比较拥挤的话 你势必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 然后我看他们有些说 其中有一个老美说 他就是邻居的一个狗嘛 直接在他的房车的门边上 就是他在走进房车 他不是有个小楼梯吗 在那个梯子上撒尿 所以刚好被他看到了 然后在撒尿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owner一直在看着这个狗的 但是他什么东西也没有阻止他 就是放任他就是在那边撒尿 所以呢 这个老美就非常非常生气嘛 然后呢 准备下车跟他理论 但是呢 后来 后来后来现在还是算了 但是呢 最让他生气的是 这个狗的主人呢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老婆 然后他的太太 他非但没有阻止 反而就是在那边跟他一起偷笑 所以这个房车的主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惊讶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房车的其中一个RV儿说的就是 有些人呢 房车操作呢 不守不懂 然后呢 在那边乱操作 然后呢 他就亲眼见过一个房车的车主呢 就是新手 然后呢 因为急着要check out 他就玩的 那天就玩的太迟了 就起来可能就太迟了 然后呢 本来check out的房车营地都是11点钟 然后呢 他已经玩到下午2点 直到就是下一家的人都马上要check in了 他才想起来要check out 所以说他就是 马上要走的话 他就是手忙脚乱了 然后呢 就那个排水管都没有接好 然后他直接打开了黑水箱的阀门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那个黑水 也就是说厕所的污水呢 就是大便小便这种呢 完全一下子涌出来 所以呢 造成了就是整个房车营地呢 都非常的臭 然后呢 就是房车的就是manager呢 房车营地的manager呢 派了好多人过来 就是清理这件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些房车营地的人呢 就比较自私造成的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可能很多房车的营地里面的人呢 都会有同感的 就是有些房车的新手呢 会在房车营地里面开车开得很快 像我已经就是房车很多年了 我养成就是养成习惯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一到 我不管你在外面开得多快 一到进入房车营地的话 就马上马上要慢下来 很慢很慢 很慢很慢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对别人的一个尊重 然后房车营地呢 有很多小孩嘛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别人看你很慢很慢 也知道就是你非常的谨慎 是不是把这个习惯呢 实际上就是带到就平常的生活当中 就比如说我在路上开很快 但是一旦进入一个小区里面 或者一个居民区什么的 我都 我都一下子慢下来很慢 从在居民区里面开得很快的 都是就比较 在我看来都是比较不正常 那我昨天遇到比较心烈的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个房车营地呢 它没有排水管 所以呢 每家呢都需要就是在出门之前 就是check out之前呢 就是把水 把水 污水排干净 OK 那我起来很早嘛 那我想 我想也就是 尽量不要排队 是不是 那它的dump station呢 dump station有些时候比较多 有些时候可能就一个 很多人呢都要在 那dump station前面等着 那所以我起来比较早呢 我想去 就是排水嘛 但发现有个人 刚好比我早五分钟 从我面前开过去 然后呢 在那边已经开始排水了 OK那没问题 那我在他后面等着吧 我至少也是第二个 然后 一般来说排水呢 很快的 就是说你小的房车呢 可能五分钟搞定 那大的房车呢 可能十分钟搞定 你再怎么 不是非常熟练的话 你再怎么新手 那可能十五分钟 也是搞定 但是我就一直等 一直等 然后等了可能二十多分钟嘛 然后我发现这个人呢 他排水应该早就排干净了 但只不过就是他 一直在那边 冲他的马桶 就是flush flush rinse 有个口子呢 可以直接通到马桶里面 然后呢 就是用清水清洗 他的马桶 所以这个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所以你如果后面没有人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 就随便你怎么做 但是呢 后面有人 我觉得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不considerate 是不是太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所以我后来等的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出去问了他一句 我说 are you almost done 是不是 然后呢 你是不是快好了 然后这个人就直接就是开始 怎么说呢 开始 retaliate 是不是 开始就报复我 就报复我就说 哦哦 谢谢你的提醒 我现在准备 继续在这边 dump 10分钟 也就是说可能 他听到我这样的问 反而让他就觉得说 我更应该慢慢来 所以我当时就是 我当时就是挺火的吧 我只不过 只是问了一下 你是不是快好了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dumping 不可能需要这么久 20多分钟 是不是 然后他就说 我的房子车比较大 我的那个tank可能比你要大很多 那这个就是刚好说到点子上 因为我有一个房车 它是一个fifth wheel 但是是很小的那种fifth wheel 是28尺 我看一下 它这个型号呢 叫flagstaff half-ton towable的一个fifth wheel 就是它是用一个 用一个toyotatundra在那里脱的 所以它的fifth wheel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我其实有一个就是 这个toyholder呢 比它这个还要大 那个水箱呢 比它这个还要大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也有个toyholder 是不是 那个水箱可能 比你 可能比你这个还要大 但是呢 就是10分钟 肯定就是完全 dumping完成了 所以说 你是不是在清洗你的马桶 然后他听到这个 更加的 更加的想报复我 他说 你赶紧给我闭嘴 然后滚回你的车里去 然后就是 我们就开始 那个verbal artication 差不多我就是 回到车里面 然后我就想打电话给那个当 当时的就是那个经理嘛 manager 过的ranger 但是很不幸呢 就是没有人接 然后呢 他后来我去看了一下 也没有人在那边 office里面 所以就基本上就没人管 dumping的话 基本上就是因为 他的水压的关系 他基本上就是 一两分钟 可能 这顶多 水箱比较大的话 顶多五分钟 就全部会 dumping完成了 就不可能需要那么久 所以这才使我感觉 他是在 在刻意的 就是 就是 花很多时间 在清洗他的马桶 不管后面的人 有没有人在等 OK 所以 我当时 反正跟他争执了一下 然后我当时就非常不爽 已经好久没有 就是很少 跟别人发生这种 口角 是不是 因为 情况下碰到了 就是都有自己的 独立的下血管 然后呢 跟别人share的东西 很少的 所以 不大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往往都是这样的 就是在资源 比较匮乏的时候 resources scarcity 就造成了这种 大概都是在等 是不是 都是在抢这个资源 所以会造成这种冲突 所以后来我 等他走了 然后他看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马上就走了 然后我自己去dump 确实五分钟都不到 是不是 你如果不清洗的话 就是其实马上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后来想了想 是不是我的问题 到底是 It's me or him 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 两边都有问题吧 就是 百分之五十五十 才造成这个局面 他不应该 花这么多时间 是不是 Take his time 然后我不应该 就是这么 直接的 或者说这么 impatient 就不耐烦的 就这样出来跟他 我觉得后来 后来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说 我在等那边 可能等更久的时间 让我觉得不爽 但是呢 我出来 打开车门 然后呢 更加跟他对峙 产生冲突 也是一种 也是不爽 两种不爽 比起来呢 可能我觉得就是 前面一种好一点 就是 就是等着吧 等着让他完成 是不是 这种不爽 可能好一点 因为 毕竟 不涉及 就是跟他 争论啊 什么的 在后面 就是发生 发生 口角呢 就是会有 语言上的 互相攻击 然后造成 我不爽 这个程度的 更加 It's worse than The waiting 是不是 这种不爽 这种不爽 这种不爽